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企業或免費辦理專利執行保險 企業創新活力得以激發 城海區實行紅黃綠燈亮燈通報制度 提升服務效能 有望超額完成年度重點項目投資計畫 汕頭海關出臺加工貿易風險擔保金 從寬免徵服侍政策 累計為企業減免擔保金4800多萬元 各位觀眾 晚上好 歡迎收看汕頭新聞 今天是2020年12月24號 星期四 農曆11月初十 下面請看今天新聞節目的詳細內容 12月23號 市委書記馬文田 市長鄭建哥 率汕頭市黨政代表團 赴汕尾市梅州市考察學習 許兩市就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 重要指示 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觀察落實省委十二屆十二次全會精神 推動汕頭與汕尾梅州在更多領域深化 對接合作 合力辦好第三屆亞清會 全面開啟汕汕汕汕媒合作新局面進行深度交流 汕尾市委書記張小強 市長陸鋒 梅州市委書記陳敏市長張愛軍陪同考察 昨天上午 汕頭市黨政代表團抵達汕尾市 先後參觀了海峰洪宮洪廠 新山村 汕美廣場等地 馬文田表示 汕尾城鄉環境乾淨整潔 城市發展日新月異 在推動紅色文化保護傳承 鄉村振興發展 城市現代化建設等方面 有許多好經驗 好做法 值得借鑒 汕頭將進一步推動兩市 在灣代聯動 產業協同 區域互聯 紅色傳承等領域 加強溝通 深化合作 共同肩負起構建一核一帶一區 區域發展格局的歷史重任 張小強對汕頭市黨政代表團的到來表示歡迎 指出 汕尾正緊緊抓住雙區建設 雙城聯動等重大機遇 努力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建設沿海經濟帶的亮麗明珠 希望兩市在奮進十四五 邁向新徵城中 加強對接 密切往來 不斷鞏固深化 兄弟情意 携手推動 互利共贏 共同發展 下午 汕頭市黨政代表團前往梅州市 參觀 客都人家 康氧文旅綜合體項目 葉劍英紀念園 燕南非茶田等地 並召開兩市工作座談交流會 馬文田表示 近年來 梅州積極健行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幹部群眾 幹事創業 經濟神足 營商環境好 在保護生態環境 傳承歷史文化 發展文旅產業等方面 投入大 工作實 成效優 非常值得汕頭學習 希望兩市常來常往 更好發揮各自優勢 在產業協同發展 區域交通互聯 繁榮體育事業 做好新時代喬的文章 振兴老區 蘇區等方面 携手共進 推動沿海經濟帶 與北部生態發展區連動發展 陈敏對汕頭市黨政代表團的到來表示歡迎 指出 近年來 汕頭市認真灌車落實 黨中央和省委決策部署 以更大魄力 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大格局 大氣魄 大手筆 大機遇態勢 希望兩地搶抓機遇 團結協作 大力推進交通互聯互通 產業分工合作 文旅互建互學和生態共建共享 共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汕頭市領導 謝澤生 邱一輝 雙德慧 徐宗玲 汕尾市領導 李耿堅 楊陽 于西群 李明 林紹文 梅州市領導 陳建青 吳小輝 李远青 吳泽同 參加有關活動 今天下午 我是召開情況通報會 受市委委委託 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雄松 向我是副廳級以上離退休幹部 通報了市委十一屆十四次全會精神 希望各位老領導帶頭認真學習 深刻領會精神實質 同時圍繞認真落實省委一加一加九工作部署 和市委實施1146工程 充分發揮經驗威望優勢和作用 為推動中央和省委市委十四五規劃 和2035年遠景目標各項部署落系落實 多建言憲策 全力推動十四五開好局 起好部 分裏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 擅頭篇章 以優異成績 慶祝建黨100周年 來自市黨政機關市職單位 人民團體 以及中職省職助産單位的15位 副廳級以上離退休幹部 參加通報會 今天上午 粵東地區政務服務省內通辦合作協議 在我市正式簽訂 翻開了粵東地區政務服務合作新篇章 汕頭市 梅州市 汕尾市 潮州市 借養市 有關部門負責統治 參加簽約儀式 根據粵東地區政務服務省內通辦合作協議 粵東武市將聚焦企業群眾辦事的難點 痛點 毒點 通過線下開設省內通辦專窗 實現收受分離 異地可辦 線上開設省內通辦專欄 實現一地認證 全網通辦 以及建立處理群眾訴求的事前 事中 事後 協作機制等方式 不斷深化合作交流 創新合作模式 固化業務互認互信機制 逐步實現業務通 系統通 數據通 證照通 用戶通 努力打造跨省通辦 省內通辦樣本 粵東地區群眾來回比較平凡 我們潮州會藉這次粵東武市簽訂 跨城通辦合作協議之後 減少兩地的群眾的來回跑動 為營商環境創造更好的政務服務條件 粵東武市政務服務 跨城通辦合作協議的簽訂 標誌著粵東武市政務服務的進一步互聯互通 將為武市 企業和群眾 辦事提供更加便利的政務服務環境 下一步 我們將進一步深化政務服務合作的渠道和內容 為我市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政務服務支撐 近年來 我是政務服務工作 全力推進線下 只進一扇門 線上一網能通辦 加快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立足當好服務企業和群眾的電角二 政務服務水平持續提升 辦事企業及群眾的滿意度不斷提高 昨天上午 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中國人報財險汕頭市公司聯合舉行儀式 維權市31家企業的200項發明專利 發放專利執行保險保單 這是我是服務知識產權企業創新發展的一項 新舉措 專利保險是運用保險工具 促進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一種形式 他對參保企業因專利被侵權 而通過法律程序維權所產生的合理的調查費用 以及法律費用進行經濟補償 對企業而言 其目的在於保護專利權人的自身利益 分散運營風險 激發創新活力 對政府而言 通過發揮保險機制作用 助力改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 加快 推動我市高新科技產業 掌型升級 今年 是市場監督管理局 設立第四級知識產權類專項資金 貨批的專項資金全部用於 為本市知識產權優勢企業 免費辦理專利執行保險 企業無需承擔保費 我是目前用國家授權發明專利有18項 面對將來有可能出現的有關專利的糾紛 專利保險 這個是為我們將來的發展 打了一個很好的強心增 今年以來 澄海區優化重點項目管理組織架構 實行紅黃綠燈 亮燈通報制度 促進項目加快建設 今年1至11月 全區完成市集項目投資101億元 達到年度計劃99% 按照建設進度 今年澄海區將超額完成年度投資計劃 省市區重點基礎設施項目 上路市 上北大道 丰東路 澄海段工程 是連接澄海和龍湖等地的重要通道 項目全長約23.3公里 在東里河 蓮阳河設特大橋兩座 工程預算投入總資金近50億元 近日 東里河 特大橋進入主墩連續糧施工 蓮阳河特大橋也已進行上部結構施工 山北大道 澄海一段工程 目前的整個完成的主體工程 完成比喻的75 完成的總投資大概到38億元左右 預計的話 我們也就算是按照市區兩座的要求的節点過去 我們能按起完成 面於西南鎮 市山 澄海區地方儲備糧倉庫擴建項目 是市區的重點建設項目 項目總投資6000多萬元 規劃新建存放散裝稻谷倉融26000噸 今年5月份 項目啟動建設以來進展順利 目前 1號艙 3號艙 機械庫 業務用房進入主體結構施工 完成本年度的投資任務 這樣總的投資比例應該超過65% 城海區污水管網及污水處理設施建設PPP項目 分為四大片區 建設總長約295公里的結污管道和污水處理場和泵站等污水處理設施 其中 結污管道目前累計完成鋪設超250公里 完成率約85% 剩餘的那些無分流新增的連續管道也將在明年全部完成 沿海地區原來是沒有專門的一些污水阻幹管 這個建成之後改善了這個當地的居住環境 今年以來 城海區推行重點項目通報制度 對每個重點項目的推進進度 實行紅黃綠燈亮燈 進度正常亮綠燈 進度之後亮黃燈試景 連續兩個月之後亮紅燈試景 以此促進各項目專項指揮部 各項目管理責任單位做好服務工作 及時協調處置存在問題 服務項目加快建設 沿海區今年列為2020年的市重點項目 一共有38項 年度投資是102.71億元 到了11月份 我們這市的重點項目 已經完成了101.35億元 完成了年度投資的99% 到12月份將超額完成 我們這個年度投資計劃 今天上午 汕圖市南澳縣 舉行嘉兆業航運集團前江灣項目開工一事 項目位於南澳前江灣片區 投入總資金近5億元 將建設及濱海度假酒店 遊艇會 碼頭商業 水運動體育中心等 多重液態於一體的 濱海旅遊綜合體示範項目 助力南澳旅遊家體育產業融合發展 嘉兆業集團是中國大型綜合性投資集團 潛江灣項目是該集團入駐汕頭的首個文旅項目 環境衛生事務中心金沙隊隊長戴宇柱 一身環衛服穿了27個春秋 一份職業堅持了27年 今年他經歷了抗疫的艱辛 也收獲了全國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稱號 在急不平凡的2020年 他繼續用掃帚書寫著無怨無悔的馬路情緣 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肆虐 一線清理工作無疑更加辛苦 並且充滿未知的危險 待遇柱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連續20多天堅守崗位 為城市的環境衛生與安全保駕護航 說實話 因為在疫情期間 人人都怕 人人都怕 我們這個環衛行業 又是跟這些無傳染點直接接觸的 又是一名導員 又是一個隊長 所以說我更應該走在最前面 一個是垃圾的收集 另外一個垃圾的處理 這些環節上必須要把控好 1993年 戴雨柱從安徽老家來到汕頭 在偶然的機會下 來到環衛局清掃隊工作 每天凌晨1點半上班 每天晚上6點下班 幾乎全年無休 但是年輕的戴雨柱沒有抱怨 懷著感恩之心 認真做好每天的工作 憑著辛勤勞動 戴雨柱從一名環衛工人成長為隊長 對他來說這都是一步一個腳印 踏踏實實幹出來的 本來這個當時是還不缺工 我當時說了我的情況 隊長就主動說既然你外面沒老鄉 你又沒工作 那我就把你想安排了再說 所以說我感覺到做人嘛 要厚道 我更應該把這份工作幹下去 更應該幹好更應該用心幹好本職工作 如今 戴雨柱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 不僅要做好一線青嫂和監督工作 更要帶好隊伍 汕頭如今已經成為戴雨柱的第二故鄉 在汕頭工作的27年底 戴雨柱沒有回家吃過一頓團年飯 他和同事們為城市整潔 默默堅守著 一到過年很缺人 所以說讓我感覺到不應該回去過年 過年也就吃了一頓團年飯而已 但是在這裡過年能做很多事情 作為隊長更應該有這個職責在兼長 更要有擔當 2020年這一年有付出和艱辛 卻又飽含溫暖和感動 每個崗位的人都在發揮自己的作用 為抗疫 為汕頭建設發展 貢獻力量 而這也成為鼓舞他繼續前行的動力 在疫情期間 各個崗位的人都沒有退縮 衣武人員衝在比我們更前的位置 這次抗疫再次證明 我們每個人都扎扎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一定能夠戰勝艱難險阻 一定能建設美好的家園 榮譽屬於昨天 我會站在新的起跑線上 繼續做好每一項工作 昨天下午是公安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 專題傳達學習市委全會精神 副市長是公安局黨委書記 局長曾香完主持會議並講話 會議強調 公安機關要在貫車落實全會精神上 當先鋒做表率 要著力增強安全支撐點 統籌做好維護政治安全社會治安等工作 要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要著力創新社會治理 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經濟化水平 要著力科學規劃十四五全市公安工作 確保公安工作高質量發展 要著力加強隊伍建設 今天上午市政府辦公室召開 全體幹部職工大會 傳達學習省委全會市委全會精神 會議要求要圍繞新定位 新目標 新任務 拿出最大幹勁 最好狀態 最高標準 最嚴要求 推動省委全會和市委全會精神 在辦公室落在實處取得實效 對照年初制定的各項目標任務 進一步查漏補圈 確保圓滿完成全年各項目標任務 以榮獲全國文明單位為新動力 進一步夯實機關擋建根基 推動辦公室機關擋建工作 邁上新台階 統籌做好元旦春節前各項安全工作 毫不鬆懈繼續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 強化風險意識 切實鑄牢保密工作防線 崩緊連結自律遮根弦 堅守公正辦事乾淨幹事的基本準則 得互合鞏固辦公室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展現汕頭良好形象 傳播汕頭好聲音 今天汕頭綜合保稅區全力衝刺迎接驗收 潮汕環線高速通車 貧困殘疾人實現脫貧等消息 引發各大媒體關注 一起來了解一下 南方日報報道 作為汕頭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和創新發展的高標杆 汕頭綜合保稅區於今年3月23號獲批後 經過270多個日夜的加緊建設即將駛入發展快車道 近期汕頭綜保區將迎來最後衝刺 國家聯合驗收組將對汕頭綜合保稅區基礎與監管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進行實地驗收評審 待審批通過汕頭綜保區將正式實現升級 南方日報 楊城派 廣州日報刊發 定了潮汕環線高速12月28號通車等文章 報道潮汕環線高速公路將於12月28號正式開通 通車後 潮汕環線高速將連同永管高速 汕坤高速 神海高速以及周邊的高鐵站 機場 構建起汕潮街立體交通網路 南方日報刊發汕頭海關從寬免征政策 為加工貿易企業減免擔保金4813萬元 報道為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為企業紓困解難 汕頭海關出臺了加工貿易風險擔保金從寬免征的扶持政策 截至12月16號 汕頭海關累計為加工貿易企業減免擔保金4813萬元 觸電新聞刊發文章 報導汕頭市高度重視殘疾人工作 十三五期間 全市培訓殘疾人3093人 新增殘疾人就業3785人 全市盛監健監力卡貧困殘疾人13505人 全面實現脫貧 近日 第三屆亞親會汕頭市執委會邀請體育賽事專家 法律專家陳鋒開展市場開發法律事物專題培訓 陳鋒具有豐富的體育賽事市場開發品牌保護和法律事物管理經驗 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南京亚青会和青奥会等 多场重大赛事的市场开发和场馆运行工作 陈峰在培训上介绍了 汕头亚青会主办城市合同的相关条款及地位 并借鉴北京冬奥会及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 为汕头亚青会市场开发 以及相关筹备工作提供意见建议 近日 潮南籍湘贤深圳冠贸集团董事长 马泽琪把已建好的几小学 初中高中为一体的成田高级中学 和中明学校改扩建工程 无偿捐赠给政府 潮南区领导向马泽琪赠送荣誉证书 百年成高 星火相传 成田高级中学校友 深圳市潮级知名企业家陈刚明先生 马泽琪女士康丽 即赤资近7000万元 重建成田高级中学之后 又慷慨解囊 独资8000多万元 建设成田高级中学和中明学校 改扩建工程 项目于今年8月 竣工交付使用 近日 省公安厅交管局 在市公安局举行交通安全巡回 公益宣讲及培训活动 我是交通警察 志愿者 司机 中小学生 快递人员代表 近300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 从事交通安全服务的公益组织 马向华交通安全公益 推广中心的志愿者 结合案例 针对学生 驾驶人 分明交通志愿者等不同群体 传递交通安全知识 主办单位还将组织到 城海朝阳等地宣讲 探索推广公安交警 加公益组织 加志愿者的道路交通安全宣教活动 倡导安全文明出行 助力我市交通秩序整治 百日行动 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 告诉我的家人们 以及我的朋友 不能敲红灯 然后不围停 不逆行 做一个文明的 一个交通的 一个寻导者 营造一个良好的 社会安全环境 不仅要大力普及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还要靠我们的广大市民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汕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